她可以用不同的理由 去問我做賠償 我不知道做甚麼 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也不知道她將來 會再用甚麼理由去問我賠償 好像沒有懇悔 我們也報道過不少滲水樓問題 這次張小姐主動聯絡我們 說自己受到上下層夾擊 慘遍滲水夾身戶 2022年1月,管理署上來禁錄 說樓下投訴滲水 之後食環署做了汽水測試 汽水的汽水測試 也找不到源頭 然後管理署找了部門公司 來我們這裡,去樓下 去樓下做了微波測試 做了微波測試 他就說懷疑是我們的浴室防水塵漏水 雖然只是懷疑 但張小姐也想解決問題 於是出資重鋪浴室防水塵 誰知做完之後 樓下業主繼續發照給張小姐 表示天花還是滲水 樓下滲水的情況 我可以形容為只是一滴滴… 我覺得不嚴重,我看照片就覺得 但它一滴滴的意思是怎樣 就是它在喉管裡有些水位 其實大廈去管裡 也應該要用方法去測試 但那份報的只是目測 樓下業主緊張事件 告上小額前債審裁處 商討賠償 接著官員叫我跟樓下業主 各人找三間公司報價 樓下業主最低價錢是兩萬多元 我那些是半多元 但官員判了兩萬多元 我們就照顧這個價錢賠償 賠償了這筆錢之後 之後還有沒有浴室防水塵漏水 有,四環廚一直追,樓下一直追 管理廚一直追,追壞 樓下不停說樓下有滲水 有天花板,持續有滲水 但問題是 沒有人告訴我們源頭是甚麼 源頭有很多個可能性 我們做了防水塵漏水 下一步可以做甚麼 唯有全部家裡的水喉 泊水喉全部冷滿了 希望一了百了 於是張小姐決定自資40萬 進行全屋大維修 全面更換所有喉管 打算徹底解決滲水問題 但也想弄清楚 漏水源頭是否真的自己的單位 於是我們找來驗樓專家 鍾Sir做個簡單測試 首先打開水掣 然後全屋不用水半小時 再看看水標有沒有改變 那我們現在看看結果吧 好,沒問題 一看標的讀數 是看到沒有任何流量紀錄 基本上是看到單位裡的食水工水 油管沒有一個明顯滲流的斜坡 即是可能不是食水白 沒錯 然後我的保險就跟我說 他說有些個案是隔層的 可能你樓上樓樓樓樓下 所以我就看看自己的廚房天花 然後發現真的有流水 因為之前裝修 都沒有為意廚房天花位置 流水問題那麼嚴重 裝修師傅唯有暫時用石屎 封住滲水位置 不過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你見到靠近公用喉管的位置 是有超標的情況 超標多少? 最高暫時看到達到50 我們再看看這條 屬於樓上上層單位排污喉管 周邊的天花的濕度大概多少 你看到濕度其實達到儀器上限 99.9 我看看再靠遠一點 它還是回到40多 這個位置也沒有明顯滲水 所以大致上可以看到 現在最主要受滲水影響的範圍 其實都是靠近公用喉管 以及上層單位的排污喉管 因為我樓上有滲水下來 我拉買吧 樓下滲水問題一直都未解決 然後管理署就提議 不如換上公共的泊管 樓上就同意可以換了 所以我跟它也換了 但樓下就拒絕了換 就跟管理署說它不肯換 如果你說是公家喉 真是滲水源頭的話 那源頭是未解決的 因為樓下不肯換 自己單位和樓上業主 就希望盡快解決問題 但樓下單位的處理就是 總之天花滲水就告樓上 其餘一概不負責 連根本滲水源頭在哪兒都沒人知道 其實我覺得樓下應該比較理性 我現在覺得好像很不理性的成績 怎樣 只是針對我們的單位 他說我們不負責任 然後我就反駁了 我已經整間屋裝修了 為何不負責任 用了幾十萬來裝修 其實夾在中間 除了下面有投訴 有滲水問題之外 你自己也有滲水問題 現在樓上的滲水問題 還未解決 所以現在我的裝修又拖著在這裡 因為它一直滲水下來 我又如何裝修呢 我們嘗試到樓下單位 希望了解這麼多資訊 我們現在來到二十二樓 嘗試看看裡面有沒有人在 但也沒有人會議 我們現在嘗試上二十四樓 我們東張西望的李浩先生 是嗎? 樓下的情況現在算你怎麼樣? 那條喉是否需要更換? 它吃環處就來了幾次 它怎麼說呢?吃環處的幾次 已經嘗試了涉水 你問食環處是怎樣的情況 那條喉是否真的更換了? 我們已經維修了 已經維修好了 這裡管理處也來了 已經拿了資料 那你們現在有什麼問題? 不,我想請問,因為牽涉了幾層 是否現在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 你問食環處是怎樣的結果 我做之前,它又來試過 我做之後,它又來試過 是 就這麼簡單 明白 以你所知,是否三層都換了那條喉 我不知道樓上怎樣的 因為我也有投訴樓上 一樣流水到我那裡 你也有 但每個人都沒有什麼表示 那你有投訴回心腿辦嗎? 有說了給食環處的人來 我也當面告訴他 這座大廈管理處的人 我也當面告訴他 他就來試了水 即是試了那個機器 他說乾燥沒有問題 他說你那些油漆掉了 是你想辦法收補 就這麼簡單 那我自己要做的事,我也做了 連上層單位都受到滲水問題困擾 其實會不會根本是 整棟大廈的供喉出現問題? 第一,它自己應該找自己的公證行 公證行可以確保 它之前所做的維修等 完全做得十全十美 簡單來說,所有漏水的源頭 已經堵塞了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點就是它可以佈滲水辦 因為現在很明顯 它自己的屋頂 即是天花那裡 它就是有24樓滲水下來的跡象 我想滲水辦一定是做一個 一連串的測試 證明24樓有沒有滲水到23樓 23樓有沒有滲水到22樓 我覺得這是一個連貫性的測試 那這件事可否保障到23樓的業主 防止22樓的業主不斷指控它呢? 當然,22樓的業主不斷指控它 這個我們控制不了它 但我一定要告訴它 事實與23樓無關 但是23樓不能夠自己說 與它無關,別人會接受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個權威的報告 公證行證明到23樓 已經做足了它應有的工序 所以如果知道了這次22樓的滲水 與23樓無關的 又可能是其他的樓層的 那22樓以後 它就應該要放棄 去所有追討23樓的權力 上次我們來完之後 食環署和管理公司的分別 有沒有甚麼行為? 上次來完之後 食環署就來個單位 檢查了一個廚房天花 濕度都是燒標的 它就說會再跟樓上跟進 但是樓下單位 它就說樓下單位 業主不讓它進入 所以它檢查不到 濕水情況是否繼續 我們去信濕水辦 以及大廈管理公司 查詢最新情況 濕水辦回覆指 在今年4月向上層單位 發出防擾事故通知 其後覆檢時發現 業主雖然已進行維修 但受影響位置的濕度數值 仍高於35% 聯辦處會繼續進行測試 以確定滕水源頭 而管理公司就回覆指 於去年下旬分別 收到張小姐 與樓下單位業務 反應出現滕水 當時已安排職員了解跟進 並因應情況 聘任專業公正行協助了解滕水事宜 為進一步協助解決問題 管理公司分別於2023年9月及11月通報 並吹速滕水辦 按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處理 管理公司將繼續嘗試協調相關單位 以安排更換有關喉管